首先我看就是我们先生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他是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青年 现在做了领导人了 所以难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和这个知识节奏中呢 会打下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烙印 因为毕竟这个 其实你要说毛啊 他是一个不断革命的问题 所以他历来就是主张就是要一个运动 接着一个运动 这个好些没样 越打越像 反正随着一个运动 接着一个运动 他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 那么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 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 自我革命加社会革命的这么一种革命 所谓的革命 会什么这么说呢 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 毛时代他在这个党内斗争 党内矛盾和这个国内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情况下 就是与其你们老百姓造反 务如我领导造反 我先造我的政治对手的反 然后呢 再搞一场社会的大革命 这个就是毛的思路 就是这个天下大乱 这个然后才能天下大治 这个毛的这种思路 所以这种思路呢 他可能他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矛盾 又能够转移社会矛盾 那么他用阶级斗争这套学说 指出党内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 有走资派 然后呢 鼓动老百姓去打倒走资派 这样呢 就使得社会矛盾也转移了 他的政治对手也被消灭了 这个就是毛的当年的如意算法 我觉得邢先生可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就是现在虽然看起来十九大 他好像全面的取得了这个超无上的权利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他和他的这个部 他的这个下属们 很多的这个战略部署 不是走了样了 就是这个事与要合 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很难搬送 这个党内 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制的力量 所以他很可能会利用现在 中国社会这个两极分化 社会矛盾尖锐 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经济 他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 来这个打击他的对手 同时呢 就是他重新成为像毛那样的革命的领导者 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讲 政治上对他是最为有利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到底指什么 这个呢就是 所以刘山先生在当年在民报发刊词里就提出来 要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 必提供于一亿 就是一次完成两个革命 他说他后来又解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 这个话跟这个习先生的话是很相似的 然后呢 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 故要民族革命 不愿君主义人专制 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少数富人专制 故要社会革命 他这个社会革命是什么呢 他认为就是欧美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分派不公的问题 他想要通过平均地权这种手段 也就是所谓社会革命 来解决这个社会的财产分派的问题 现在呢也很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种中共的理论家们 现在正在大张屁股的批判什么私有制 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题 曾经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呢正在抵押这些个权贵 和权贵资本们的白手套 他们吐出更多的财富来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现在的巨欧霸都在受这种抵押 所以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像 因为这个现在他的政治对手 习先生的政治对手 垄断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财富资源 所以呢他们足以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 那么习先生也可以利用群众的 这种对社会分派不公的情绪 他来做一把 所以我想这些 就是从政治到这个经济 其实他都想搞 只不过呢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这个我们还要往家看